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给大家介绍一下南海填海 很多人说中国在南海填海 这个难度比较大 其实解放军 现在我觉得 我现在了解情况是解放军 可能不是在海面上给你填海看了 是在地下 你说地下什么意思 你看美国和菲律宾 在推动南海军事化 现在对吧 实际就是整个的一岛链军事化 堡垒化 你现在岛礁上 必须要部署更多的武装力量 来应对美国在南海的 岛链的军化 实际他们也是在 在提升一线的 应对危机能力 就是武装化 中国现在面临一个难题 就是我们怎么样 怎么样填岛 而这种填岛又能够保证 我们不破坏现在很多 和其他东盟国家的协约 有人研发了 现在据说国内科研团队 已经研发了一个新的 中国目前在南海整体来说 大规模填海造岛 是完全可以的 多年前我们就完成了 美济 永蜀 建设机场码头 而且保证了解放军和海警力量 能够完成这套危机应对体系 但这些岛礁毕竟面积有限 中国能够派出的兵力 包括储备的数量 现在受到限制 而南海局势相对稳定的时候 你的现有兵力 已经足够应对 这个时候 美飞等国不断的 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 那么南海对抗风险增高 情况下 我们一线部署的部队 需要什么 需要强化 那就是要增加我们的部署 实现这个目标 就是要解决填岛 比如说岛礁面积有限的问题 原本的解决问题 就是我重新填岛 造陆 包括扩大美济礁 现有的岛礁面积 或者把黄远岛 也已经可以派出大规模部队 驻岛 但这个问题现在就是什么 引起一个 就是如果中国重启填岛的话 引起连锁反应 不光是菲律宾了 越南 印尼 马来西亚 是不是也开始警惕了 包括有可能给美国等预外势力 提供一个拉拢 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一个机会 是不是紧张局势就此开始了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的 为什么科学家讲到 不去在海面上天岛 而是在水下 我们的地下 中国呢 上次南海危机的时候 这个天岛 当时那个危机是准备大战了 这也是百年未有的机会 我们抓住了 16年 那现在中国的海洋大学 据说公布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不考虑扩大岛礁面积 而是充分利用地下空间 修建隧道工室 将工兵营 兵营仓库 武装设施 扔到地下 放到地下 之前呢 是没有人提出过这种解决方案的 之前只是在海面上建造 好像是 但是你现在看 有人提出这个方案了 那说明 你别看这个岛 黄金岛 下面没准真有解决军啊 这些岛礁基本上都是相对松散的 松软的一些珊瑚沙堆积而成的一个 一个小岛 本身它不具备进行大规模的地下设施条件 所以如果你要开始挖地下公式啊 所以很可能造成这个渗水啊 崩塌啊 对吧 它本身结构不稳定 对整个岛礁地质结构造成影响 这个技术上 以前有人说过这个可能性很低 就是你要想建的话 首先你得把这个加固吧 对吧 这个地下得加固 所以你看咱们侦察船 对吧 电子侦察科考船就在这个岛礁附近 已经开始侦测了 可能就在就在想 怎么样加固地下设施啊 那中国的这个海洋大学啊 想到一个科研团队啊 想到一个解决办法就是 通过一个垂直管道啊 你听好啊 垂直的管道将水泥泥浆注入地下 看垂直管道 插一个大管下去 然后呢 在压力作用下来填补珊瑚沙粒间的一个缝隙 然后呢 等到水泥完全凝固了 那就形成一个足够修建隧道的坚硬的地下层 这个听着很多人不太了解 实际就是我们在西藏建那个高铁的时候 实际也是打这个庄 据说这个会形成一个足够的坚硬的地下层 可以防止海水的侵蚀 那包括地面的沉建啊 包括刺生灾害出现啊 先打砖 基本上呢 甚至可以修多层 分层的隧道 我们有这个 这个大的这个 基础之后 我们就可以分好几层 分割出 比如生活区 工作区啊 就有限的地面空间 就可以完全 直接建机场了 我们地下开始囤兵啊 生活啊 也可以对吧 还更凉快一些 对吧 我们的机库也可以在地下 那更多的使用地下空间就可以延长部分的设备的使用寿命了 对吧 因为你在这个地表那肯定是有这个风水日晒 它也包括海水的侵蚀 海风的侵蚀 这种沿路啊 高温高湿 对吧 你去过那新加坡就是了 那高温高湿啊 所以你可以想想 如果你要在地下的恒温的啊 是不是这些装备设备 就可以保护了 包括南海地区有潮湿的 高温的 强紫外线的环境 这一定是带来后勤压力的 那这个台风天 是不是更晚了 人员可以转移到地下 是吧 而且科研人员的现在据说啊 根据现有的地形信息 他们认为呢 给出了叫美济 永蜀 这个 其他岛礁有 据说适合挖地下隧道的一个区域 那现在看 我们已经开始在实践了 就是已经发现了这个区域了 永蜀礁呢 现有的机场跑到下面 就直接挖隧道可以了 挖完以后 可以向外面 那个坚硬的沿层 那个区域进行延伸 可以扩展 但是科研团队 现在只完成了一个小规模实验 据说大规模的验证啊 现在看 还没有进行实力测试 所以说还得需要 还得需要下一步 只是现在已经是 这个已经完成了相关地下的 这个设施的 这个应该是 一些搜集数据吧 讲究部门呢 应该是 只有你完成了真正的地表 地下的实验以后 我们解放军才能接受啊 考虑到南海三个岛的这个重要性 现在我们填完三个岛嘛 相关测试 大概率呢 不可能在这个三个已经填倒的三个岛礁进行的 因为这个主要影响这个岛礁体系的一个运行嘛 因为你是试验嘛 南勋礁啊 有可能啊 后续要造岛 这个基建规模相对较小 可能要有一部分 在南勋礁地下又开始展开这种实验 一部分的空地的岛礁也可能展开实验 建这个地下设施 确定技术方案可行性之后呢 实验对吧 实验结束之后 中国可能就开始真正的在美濟啊 开始建这个地下岛礁了 这个过程可能一两年就完成 短时间内 现在中国还是要靠这个岛礁的设施 但是我觉得逐渐的变化 就可能大家未来看到 我们的更多的人员军舰就会进驻 尽量多的 能投入到越来越多的海空力量进入美激礁 所以以后你发现越来越多的解放军 在美激礁出现了 你千万不要奇怪 你曾经记得萨莎给你讲过 地下咱们有设施 神机吧 虽然只是短暂的 比如轰6 轰6K在南海岛礁 我们把机场全部 尽管机场面积有限 岛礁面积有限 我们全部建成机场 我们轰6K是不是可以降了 虽然短暂停留 但是它做着漫境足以威慑澳大利亚 如果我们在地下设施的技术验证通过之后 美飞如果紧接着进一步行动突破了我们在南海的底线 比如开杠了 中国就可能改变思路了 我们就可以重启填海造路了 我们可以在地表开始建了 那时候扩充岛礁的面积 当然我们也不影响在地下大规模建设技术设施 两条腿走路 就完美的进行我们的 等于是我们也是岛礁均化 堡垒化 而且岛礁的地下设施建设 有一个好处在哪呢 咱们讲过美国人可能第一时间要夺这个环境岛 包括夺我们的岛礁 南海一旦开战 他想的是第一时间要夺取这些岛礁 那我们已经地下化了 堡垒化了 那么意味着你即使地表你占领了 但是我们地下还是在战斗 除非你真的是杀我们的人 搞那个钻地弹 可以想想这种难度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地下挖地下的技术设施 我觉得更符合我们堡垒化这个需求 中国海洋大学团队 能提出这个方案也说明就是中国现在在南海方向有更多手段了 而且国家也非常重视 但是我们是不希望看到南海军化 但是美国和菲律宾已经走到 走到这一步 整个一岛链军化 重启军化 现在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我们现在的军化手段 再次提醒大家 中国的一个新手段 只有在咱们这能知道 就是往地下挖好几层 往地下挖好几层这种军火库 包括工作生活空间 这是给岛礁上面的更大的空间拓展 留下一个余地 我们下回到这一步